嗨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回来这一期维多的频道 今天呢我还是用相机在录像 手机在录音 这样给你们一个更好的音频输入 那你说现在这里 我想先给你传递一个宇宙的信息 只要你看到就代表这个信息就要被你看到 这句话是这样的 If the universe didn't need you You wouldn't be here If the universe didn't need you You wouldn't be here 如果说宇宙不需要你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儿 所以在我们进入这一期的视频主题 去讲人生意义之前 先把这句话告诉你 就是你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 是有原因的 你就是宇宙的大计划当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小计划的一份子 可能你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你很重要 所以好好地活着 OK 好 那这一期的维度日记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今天很脆弱但是也释放也觉得很安全 好像我走着走着一个独木桥很不确定自己下一步会不会跌到谷底 但是突然我一低头发现 诶我这个独木桥底下一直都是有个安全网的 一直都有人照顾着我 一直都有人告诉我 这个就是正确的路 你接着走下去就可以了 Have fun 记得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所以就想把我的视野 我正在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这一步一步想要跟你们说一说 帮助你找到那个你想要找到的热爱的事情 帮助你确定你现在做的事情 是你真正想要的事情 帮助你坚持 这段可能对你来讲是最黑暗最难熬的日子 因为相信我 就是这些我都经历过 这些黑暗这些自我怀疑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说一说到底有哪四个阶段 首先这个视频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今天读的一本书叫做种子 它就是在讲人生意义的探索 那这四个阶段是这样子的 大家想一想一颗种子 首先的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 就是你的家庭 你的成长环境 你所经历的一切 从你小到现在的每一件事 其实都在正在帮你准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想去什么样的地方 这一切都在为你做准备 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可能会塑造你今天的性格 这种事情我们只能把它解释成宇宙对我们的安排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就是对某件事情感兴趣 我们为什么就是会被某件事情所吸引 那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种植阶段 而这个阶段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也是最难的 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种植阶段 我也是花了 就是大学之后的五六年 我才发现我决定把我的种子种在哪里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首先我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准备 就是我大概知道我是一颗什么样的种子 我能做什么事情 我喜欢做什么事情 就好像是我大概了解了我自己是一颗芒果种子 而第二个呢 就是哦 那我这个芒果种子种在哪里是最好的呢 是最有利于我的成长的 那这个时候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就尝试了各种工作 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学习的是意大利语专业 其实是我很喜欢的 说外语 学习外语 教外语 所以我当时教意大利人中文 我在意大利语学校里面 做一些教务 安排 宣传的事情 再到后来到意大利的公司 就是在南京的公司 做翻译 做计划 做协调 当时 只是顺着 我的语言的这一个元素 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 你就做着试试看 就是完全没有去想 嗯 以后会怎么样 我只是知道 我去做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回过头来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 我做对了 就是 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并且 我在很小的时候 接受过在这件事情上的鼓励 所以我的外语说得很好 别人夸奖我 我就会更想学 慢慢的养成了一套 自己学习的方法 就真的越来越好 那 在那个公司了以后 我发现 他们经营的产品 并不是能够打动我的 是和机械 和检测有关的 这个时候 我就遇到了小明 然后小明说 我可以试一下酒店 也因为他感觉 我是一个people person people person 就是说他感觉我是一个 和人 有 交往起来 才更有光 更有热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 我就说 那我就去试一下酒店 也实际上 我在酒店也做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 在 一个 五星级餐厅的 五星级酒店的 意大利餐厅里面 做服务生 我真的很喜欢 能够和客人 直接接触到的那些工作 就是如果说 现在还让我去做的话 其实我还是愿意做的 就是包括 我从来没有做过导购 但是 我也很愿意 做一个化妆品 或者护肤品 或者是 衣服的导购 因为我觉得我很适合 满足别人的需求 看出他们的需求 这个过程让我很有 满足感 在这里做了 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个家里面的叔叔 跟我说 你在这个餐厅做 能有什么前途呢 你就算做到了 餐厅的经历 你不还是要天天 在这个餐厅里面吗 你知道 就当时我的年龄 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 那也许他说的有道理吧 就是我可能不想 一辈子都 只在一个餐厅里 这个时候 我就被他的话 晃动了 我就去了酒店的销售部 去做一些 看上去更fancy 更洋气 更有 体面的工作 而不是一个餐饮服务生 但实际上 对于我来讲 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正喜欢的 就是能够和人 直接的交流 而不是躲在一个 后台的办公室里 做一些文书处理的工作 就 人生 是吧 有时候你不经历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这些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才明白 你做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你在成长 然后在这里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觉得 我看一看 我的领导和老板 他们的生活 并不是我想要的 就算我爬到他们的位置 我也不想整天 在一个办公室里 讨论数字 讨论增长 我希望 就我当时 其实我并不知道 我真正想做什么 但是我当时 就是受够了 听别人的计划和安排 我每天应该做什么 我受够了那种 不在乎人情 而是在乎业绩指标 增长的冷冰冰的 办公室效益 那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 难道我的人 说你就这样了吗 难道我以后 每天早上都是要 听着一些动力十足的歌 才能逼着自己 从地铁上面下来 在北京最繁忙的 国贸地铁站 下来 跟着僵尸一样的人群 从地下走到地上 开始上班 急急忙忙的每一天 不想起来 这是我想过的日子吧 后面就决定了 那不是我想过的日子的时候 我就开始攒钱 攒了大概有一年的工资 其实也没攒多少钱 然后就去了一趟意大利 旅行了一个月 在这旅行的一个月里面 听到路易斯海的 生命的重建这个书 那个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有了现在的这个频道的主题 有了千千万万个 跟我来信说 我的频道的某一句话 改变了你的人生 的你们 而这一切都是 发生在第二阶段的事情 就是 我并不知道 我要把我的种子 种在哪里 我并不知道 我擅长做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我需要各种各样的 signs 我需要各种信号 有可能的 微弱的信号 能够一点一点 把我指向 我最终 人生 我的灵魂 要去的地方 所以 如果说 不知道为什么 你点进来这个视频 你看到现在 那可能 在你心里的某一处地方 你也是 想要以 某种方式 去 打动人心 去 改变 别人的生命 去 帮助别人实现 他 想要的人生 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你也像我一样 你 会有很多的 隐藏的 才能 和天赋 你现在根本都还不知道 你有 别人可能 能看出来 但是他们也许 也没有那种眼光 和见识 能够告诉你 你有 所以你现在就认为 你没有 而这是一个 非常 大的 错误 就是你如果认为 你自己没有天赋的话 这是一个 巨大的错误 我想告诉你 就是 不管说 正在看这个视频 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多么的 没有用 多么的平凡 或者普通 这都是错的 这都不是真的 只是你 没有那双眼睛 能够看出来 拍着你的肩膀 告诉你 你的天赋是什么 只是暂时还没有出现而已 所以请你 一定 看到这儿的话 请你 一定 看着我的眼睛 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 你是有那些 暂时 还没有被发现的天赋 那些隐藏的能力 那些 你其实有 只是没有被识别出来 你比你自己想象的 要重要 要优秀的多 为什么要说这些 我们很多人 可能都 只是在 第一个阶段 就 没有 想过 要把自己的种子 种在什么地方 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 就 就是 身边的人跟你说 你应该 种在 一个稳定的地方 所以你们就去 考公务员 考研 考了以后 发现自己并不喜欢 但是也不敢走 然后就天天 OK 所以 这一步就是想跟你说 发现各种各样 可能会出现的 小小的信号 一些 心动的感觉 就 我 有一个 小例子 就是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想 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 小场景 就是 把你自己想象成是 一个小村庄里面的人 那这个小村庄里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谋生的手艺 才能够活下去 对吧 那 你就要拿出 你能做的一种服务 或者一种产品 来跟别人交换 来养活自己 那么你就想一想 你每天想要服务的人 会是什么样的呢 你会希望能够服务于他们的什么需求呢 你就想一想 每天在这个村庄 你醒来 嗯 今天我想干点啥呢 今天我想服务于什么样的人呢 就 想象着你每天都是要见很多人 这些人来到你这里 渴望得到帮助 你觉得你会最 看不得他们受什么方面的苦 这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信号 告诉你 你 也许某一天 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OK 不知道你们看到这儿 有没有人会发评论 说一下我的这个皮肤 因为今天用了一个 就是很 很细的 有光泽感的散粉 所以说脸上去 脸看上去 就会很有水光机的感觉 看这皮肤非常的 银润饱满 有没有 回来回来 所以呢 通过这个小村庄的例子 你现在就可以弹幕告诉我 你觉得 你如果是这个小村庄的 某一个手艺人 那么你的摊子前面 你觉得你会 每天服务于什么人呢 想一想 不知道你们是喜欢 我把这个拉远一点 还是拉近一点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 拉近一点的 就是有一种 我也不知道 就拉近一点 感觉很好 你们觉得呢 就拉近一点 但是你们现在看不到我的上半个头 所以 我要再调整一下 OK 所以在 整个的 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们在选择 种植这个种子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很多的 就是歪曲扭巴的时间 看上去没有这么快速 一切看上去没有这么顺利 就是我们会看到那种很令人羡慕的人 就是他从小家里就有人做他喜欢的工作 他就跟这样的人的身边长大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很幸运的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想要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 就免除了很多的试错 迷茫 选择 摔跤 走弯路 就小明他就是这么一个幸运的混蛋 就是他 他爷爷 就是做酒店的 他是一个厨师 他就很小的时候就看他在酒店 为客人服务 做那些精美的菜肴 他就也想服务与人 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想做服务 然后现在他就在做和服务和管理和酒店业有关的工作 所以他的人生就不像我在第二阶段寻找我要种植的东西的时候 有很多的内耗焦虑 不开心 各种可能会这样可能会那样的不确定性的 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有时候就很羡慕那些从小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样的人也是很少数的 就是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在不断的尝试之下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这里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亲身经验 就是没有什么解禁 也没有什么可跟别人比的 就只有去 发现那些生活中小的信号 那些可能告诉你 你喜欢做什么 什么带给你快乐 就接着在跟大家说我是怎么确定把这颗种子种下来的 那 辞职了以后呢 我就 当时跟着我的想法走 我的想法就是哦 要去做一个自媒体频道 就是 我为什么要做自媒体频道 就是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关注的一个叫Tati的YouTuber 他在做美妆评测之类的 他有当时四五百万的粉丝 他的生活看上去光鲜亮丽 他这个人看上去容光缓发 还收到了很多免费的PR包裹 我就觉得啊 这个是我想要过的人生 他有好多丰富的物质 他有美丽的容貌 他有美好的老公 有在加州的大房子 还有宠物 就一切看上去都是 感觉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就去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说实在的 现在如果让我再回去做我当年做过的选择 我甚至有可能不会再这样选了 因为我发现当年的我真的想的好少啊 就我真的就是想了什么就去做了 就就就 这一点可能是会让有一些朋友们羡慕的地方 就凡事都是两面 就双刃剑 就你们知道就我的家是单亲家庭 就是我爸几乎在我的成长里是没有什么发言的 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控制 然后我妈妈也是一个对我很放养的人 所以在我家相当于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的人生都是我自己来做主 没有一个人会伸出一个魔爪 来改变我人生的蓝图 so 我想做什么 基本上我就去做了 就是整个过程中我知道反正我自己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后果买单的 所以前面说的这些事情就是换工作呀 跳槽呀 离职呀 创业呀 这些东西说实在的都是一个小孩 在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下面做出的纯凭直觉和快乐热爱 做出的决定 就是但凡是一个所谓的老练的有社会经验的老人 都会建议不要这样做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身边需要一些梦想家 需要一些勇敢的向前冲的这种人 需要一些还没有拿恐惧来代替希望的人 说到这儿有一点激动 是因为 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的我 好像都不如之前的我 那么无忧无虑了 现在的我不如之前那么勇敢 我 讲真的我我从来没有觉得过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 直到我在跟你们讲做这一期视频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我靠我当年做的这些事情 在世俗的眼里看来应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吧 辞了一个有工资的稳定工作 去做一个没有工资 没有肯定的未来收入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当时的频道的主题是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根本不是一个生意 这是从零开始 选择种植种子的地方 这一切是2019年的事情 到现在是三年了 就朋友们你们 你们 真的真的不要觉得 自己的寻找人生意义太时间太长了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的时间不是也挺长的吗 而有些人可能要等到更长的时间才能发现 但是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更大的计划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 所以 每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 我们只是 但是 看不出来而已 所以 接着说 那当时我就开始做这个频道了 我也不知道做啥呀 所以我就想 那我能做什么呢 哦 那就是去做美妆吧 因为我当时看了很多 她提的YouTube上面的美妆视频 所以我就 做一些 tutorial 做一些review 然后就很快收到了一些PR包裹 就和我当时想的一样 嗯 但是 就是就是 有一天我就想出一期视频去讲一些更深的东西 我不想只告诉你们眉毛这样画 或者拿个眉笔好用 就是我 我想要做一些更深入人心的 更能够 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总是想做有意义的事情 我就觉得你今天画什么颜色的眉毛 卷什么颜色的头发 虽然说 嗯 重要吧 但是有那么重要吗 没有那么重要 嗯 就是我总是希望我能够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脑海里面其实就有一个画面 就是我 走到一个看上去低落的脸面前 拿出我的魔法棒 这样抓一抓他的脸 他就又从灰色慢慢的开始变得彩色 会发光 头一扬起来 开始微笑了 你们能想到那个画面吗 所以我有时候就 就是 我的频道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可能就是我说的那个画面 就是把爱带到你的心里 让你 可以充满勇气的去做你自己 这就是 这就是我想做的 所以 就就就 跑题了 就是我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现的 朋友们 就是我的频道 你们去翻一翻 在前面的一两年 两年多 其实我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问我频道主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 可能是个人成长吧 可能是 嗯 心灵成长吧 但是 韦多你想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是谁 我 我说不出来 我说不出来 那真的是我想做的吗 我也说不出来 就是 这一切都 很懵 很懵 因为 我已经不是在一个公司 或者学校里 我不在任何组织里面 没有人告诉我 我现在在做什么 就是 我现在是我人生的 唯一的船长 甚至连小明都无法告诉我 我在做什么 因为他看不懂我的频道 所以 然后我身边也没有一个 嗯 就是足够有权威性的 我一定会听的声音 就 我习惯了 听从我的内心 但是 在那个阶段 我的内心是 空白的 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是 我记得我在频道的前五个视频里面 就出过一个 是讲 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又胖又丑 又不好看 这样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 就收到了很多大家真心的回复 说 维多我觉得你其实并不丑 我觉得你很好看 就大家也有鼓励 也有肯定 然后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 对于外貌焦虑 身材焦虑的担忧 就那个时候 我的心里就一动 我就突然觉得 哎 这些东西和我在 只发美妆视频 大家给我的那些 啊 什么好好看 好美啊 啊 我死了 比那些东西 要更勾起我的 创作欲 就 那个视频 你们的回复 奠定了 我接下来频道的走向 就是你们在那一个视频下面 给了我超多的信号 就是 嗯 就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有很多朋友 就会说 和维多在一起一段时间 哎 就开心了 就是 你就好像一个向日葵 小太阳 你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跟你在一起 一块 我就 感觉好很多 嗯 但这个东西 我就没有把它当成是 我的 潜藏 天赋 所以 这里也问你 你有吗 你有什么天赋是 这样 被你 活活 忽略掉的 所以接着往下说 说到哪了 这个妆好好看 现在整个人都是 光光 红 润润 润 润 嗯 哦 OK 对 所以做完另一期视频以后 我就 开始更多的往这个方向去靠 我相信那是一个信号 我也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个信号 就去做呗 就去做呗 所以朋友们就是有时候不用太担心自己前面的一百步要怎么走 你其实只要考虑的就是你接下来这一步怎么走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会知道的我也不会知道的我们只有可能确定好自己顶多三步咋走但是往后这些东西都会变化 所以 起人忧天是什么意思 就是起的太多 所以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问我自己 同样也是我问你的问题 所以从那里开始我的视频就慢慢的更多 开始有了谈心类 治愈类 生命的成见类 就是更深的去探索这些 我觉得更有深度更有意义的视频 但是 这样子带来的问题就是频道的流量就不如之前多了 频道的浏览量 点赞量 评论量 关注量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下滑 它不像美妆美食美女健身这么容易吸引眼球 所以当时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就陷入了和播放量追逐的游戏 把自己的快乐慢慢的拧干了 我突然想到这一期视频会非常长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看这样的内容 就这个过程讲真的 这三年多 不是什么漂亮的画面 我不是每天都这个样子 但多数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活在自我怀疑下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准备 第二个是种植 也就是我多多少少当时决定自己是要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可能是想要帮人家变好 可能是带来光和爱吧 就大概大概 就当时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种子你就先在这吧 好吗 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成长阶段 就是最 就是最难受的阶段 为什么这个是最难受的阶段 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 会有非常多的自我怀疑 跟别人比较 拿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不相信自己 会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日日夜夜 就是朋友们 我这里看着你们的眼睛 跟你们说 就这个过程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真的太不容易了 就是你们看那些励志片电影传记 他们会把这个过程说的很简短 很不重要 就让我们这些读者在看的时候 觉得哎呀那些成功的人 肯定都是很牛逼的吧 就说起来 如果说我自己有三年的自我怀疑 就 就是在外人听起来 觉得哦 三年的自我怀疑 嗯 就是一个很轻飘飘的话 因为 没有体验过的人 是没有办法 了解到 那种黑暗的感觉的 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 还要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实际上是非常 非常难的 每一步走上去 感觉都是在煎熬 都不确定自己走到哪一步 就会掉下去 所以在这三年里面 我也经历了很多次 就是 半夜起来 刷评论 睡不着 刷评论 早上起来 刷评论 拉个屎 刷评论 吃个饭 刷评论 坐公交车 刷评论 你能想到的那些时候 可能都在刷评论 就是我好想 好想看到外界给我的认可 因为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在做什么 做的有没有用 我在做什么呀 我不知道 就是这颗小种子 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直到越来越多的视频被做了出来 不管是受灵感的启发也好 还是受流量的追逐也好 它们是被做出来了 然后 就真的 这些视频 促使了 陌生人 那些曾经 新来的 你们的 真实的 改变 再变好 你们 把这些消息 告诉了我 你不要小看 你们的评论 或者你们告诉我 你们的改变 你们知道 这个有 对我有 多么 多么 重要吗 这两天 我收到了两个人的来信 有一个人说 我的频道 激发了他 也想要 分享自己的成长 去帮助 类似的人 走过 他们正在 经历的黑暗 还有一个人 告诉我 他在 很久之前 看过我的 某一个视频 当时 哭得自己 热泪 盈眶 有一种 换人一心的感觉 但是他 从来没有联系过我 也没有 留过言 但是他 突然加了 我的微信 想和我 一对一的 咨询 他最近的事情 就是 我在需要 鼓励和帮助的时候 我却选择了 自媒体这样一个 很难 看到大家 真实的反应和改变 的工作 对于我来讲 我没有办法知道 我做的好不好 我就好像是 一个人 在黑暗的隧道里 不断地 挖挖挖挖挖挖 时不时的有人 点几根蜡烛 到我的洞里来 夸一夸我 挖的进度 但是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 才是光明 直到 越来 越多 越来 越多 等你们 带着这些 评论和想法 点着蜡烛 来到我的洞里 跟我说 未多 你确实做得很好 未多 你有帮到我 你的隧道 有帮到我 才让我现在 挖这个隧道的时候 觉得我 快要 挖到 隧道的 光明的那一头 我 我没有想到 自己会做我 现在这样的 把爱 带给人心的工作 我 没有想过 我会做这么样一个 伟大的工作 我没有想到 我会做这么一个 伟大的工作 这就是最大的实话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 这么样圣洁的好人 我没有心宽到这个地步 但是 我今天却在这里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一年以后 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的你 会做什么 会在哪里 你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就 我这样回溯我的人生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他妈的 怎么是这么一个 fucking legend 我今天 在读那个种子的书嘛 所以 我也想跟你们分享 你看 这就是 那个笔记本 if the universe didn't need you you wouldn't be here right 抄写了一些书里面 我认为 很打动我的地方 也就是关于这个第三个阶段 成长阶段 他说 在第三个阶段 我可能 会怀疑自己 我自己的批评 会比别人 对我的批评 有更大的危险性 更容易摧毁我的梦想 可不就是吗 在整个过程中 充满了自我怀疑 就讲真的 我在学习意大利语 学习英语的时候 因为当时 很早就获得了外界的肯定 所以这件事情上 我是走得非常的坚定 但是 就是我做的这个 心灵疗愈 把爱带给世界 这个东西 说实在的 它太大了 没有一个人 可以 像当年那样 很坚定的 跟我说 唯多你在做一件 正确的事情 就这个时候 可能 除了上帝 除了宇宙之外 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和事业 跟我说 唯多你正在做 正确的事情 除非我自己 找到所有的science 找到所有的信号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我真的 就像他说的 会问自己 我有什么能耐 能够当好 这个领导者 这个思想的领导者 我有什么能耐 能做这个工作 我有什么能耐 能拥有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东西 我无数次的 在问自己 就是我做一个课程 我能做好吗 我做一个视频 这视频 我能说清楚吗 我做一个咨询 我能 让这个人 感觉到轻松 好起来 进一步的了解自己吗 我能吗 我能吗 就是我无数次的 怀疑自己 毕竟我无数次的 告诉我自己 我还不够好 我不能 你们知道这个 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吗 就是你本来 已经在黑暗里 凿光了 你还要往自己的身上 背二三十斤的 大便包包 就这种感觉 所以有很多天 早上起来 我都不想起床 我都不知道 有个多少这样的天 就可能这三年里面 有一半以上都是这样 我不想起床 起床我也不想 好好吃饭 我就是想 啥也不干 就是心情很糟 所以我就刷剧 点外卖 吃 看 刷 玩 我不知道自己 在浪费时间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 还在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没有动力 去做 我不知道要做 的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 来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什么 整个人就是很 这个种子就是属于 自己跟自己打架 相互扭打 浪费了 生命的能量 不知道自己 在干什么 的阶段 这一切 都是必须的 现在想起来 如果我不经历这些的话 如果说 在我当时 做了那个 快要有50万播放的 你瞅 还是你觉得你瞅的 那个视频以后 就让我直接成功了 拥有了好几十万的粉丝 好几百万的收入 那么 我可能 就会再追求 更多的粉丝 更多的钱 更多的粉丝 更多的钱 成功这么容易 那我就逼 再逼自己 接着 成功 就说实在 我也不知道 我会怎么样 但是我心里面 其实一直有个声音 跟我说 就是我还不够好 所以我配不上 更大的成功 就如果不是经历 这一切 我可能 会变得 轻狂 可能就不会理解 别人正在 为自己的工作 挣扎度日 怀疑焦虑的感觉 也就无法帮到 现在手机前面的你 所以我有时候 就是在想宇宙 让我经历这些 就是让我有这种体验 然后让我用这种体验 去切身实际的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吗 那这么一想 那我那些觉得自己 不够好 我的自我批评 我对自己的外貌 身材 我对自己的完美主义 我 blbl 这些 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不能够理解 这种痛苦 我说的话 又怎么可能会走到 你的心里呢 对吧 所以成长这个阶段 真的 就是 书里面说 最黑暗的时候 就是你最接近光芒 你们 你们送来的那些评论 在一开始 我看到的时候 对我来讲 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因为当时的我 根本不相信 我有 治愈人 改变人的 魔力 我根本就不相信 所以 有一个这样的评论 我的反应是 马上去 期待 有更多这样的评论 我要每天被这种评论 洗刷 我才能够对自己的感觉 好一点点 因为这个责任 就是实在是太大了 我根本就 从小到大 没有背过这样的责任 我都不相信 我自己还能背得起 这样的责任呢 朋友们 你们明白这种感觉吗 就是 在我看来啊 能够改变人的 生命的人 那都是属于 就是 英雄里面 最厉害的那一类英雄 就是 我从小到大 连他妈的英雄 都没想过 当 然后现在 告诉我 我有可能是 我认为的 最厉害 那一种英雄 可以通过 讲话 通过存在 通过 我个人的经验 去让另外一个人 感觉到 还让他 能够发光发热 就是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就是属于 嗯 一个小土拨鼠 天天在院子里面 挖土 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老土拨鼠 过来跟他说 你就是天选之子 你要代表 我整个土拨鼠 去接受 去接受 人类的 荣誉勋章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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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怎么没有 怀疑过我自己呢 我也不是没有 怀疑过 这样能否养活自己 但实际上 这一点上 宇宙倒是 从来没有 亏待过我 只不过 就是有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怀疑 和我对金钱 不会来的恐惧 会让某些的月份 钱来的少一点 慢一点 但大部分来讲 我发现 当我全心 爱着 我爱做的事情 相信自己 并且我的目标 要是帮助到别人的时候 赚钱真的就 没有是个问题过 只有当我害怕钱 没有 不会来 当我 不确定自己 可以做什么 当我根本就不相信 自己能帮到别人的时候 钱才来的特别慢 特别少 特别艰难 而我 今天之所以出这个视频 就是因为 在我的心里的某一个地方 我终于越来越相信我自己了 而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的终结 就是在我看来 第三个阶段虽然说是成长阶段 但是 它最重要的里程碑一般的转折 就是 我开始相信自己了 而当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时候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会映射我这个核心的信念 那么我就开始有了真正的影响力 那接下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核心很稳 底盘很稳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外在的效果看上去怎么样 我都会接着做 我都会 情绪稳定的接着做 那么成长就会是必然的 所以在我看来 开始稳定的相信自己 才是成长阶段 最重要的那个 最重要的那个 hallmark 而第四个阶段 就是收获阶段 也就是最好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你自己什么都不缺 你什么都不渴望 因为你突然发现 你之前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那些努力 在这个阶段都会得到回报 你终于从一棵小种子慢慢的成长 现在变成了一棵结满果实的大树 而在这个阶段 正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而我现在好像开始尝到一点点的甜头 朋友们 就是这个甜头 我发誓 我从小到大 可能都从来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 精力煎熬 在一件事情上 我从 我从来没有 我没有任何一个工作 坚持了三年多 还在坚持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是我唯一一个 这样的工作 因为 从我辞职的那一天起 我就告诉我自己 I don't have a plan B 我没有后备计划 你要是做这个 你就是要把这个做出来 没有plan B 就是破釜沉哲的这种信念 所以即便身边的人 可能会跟我说 还要做吗 你都这么累 还要做吗 其实只有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妈知道 但是当她这样说的时候 反而 更加让我确定了 不做这个事情 那没有比这个事情 更值得做的事情了 而唯一的站在 我和这件事情之间的阻碍 其实就是我自己 的自我怀疑 所以在第四个阶段 再去看 过去你们写给我的那些评论 那些走心的 个人成长的总结 我突然就发现 原来 我说的 不知道哪一句话 就会被你 听到 就会被你用心的记下来 当我看到我的名字 出现在你的感恩日记里 重复又重复 当我看到我说的话 我都不记得了 但是你们记得 你们会在群聊里面 讨论我在某一个视频里面 说过的某个话 就是我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 我是一个 就是童年 是个屌丝的人 在这一刻 怎么真的好像变成了 拿着荣誉勋章的 小英雄 小天使了 就是我的潜意识 在某个层面上 没有接受得了 这种反差 我现在真的能够 改变人了 我现在真的能够 帮人家变得更好了 而我只是要 做一个真诚的 走心的 个人经验的分享者 就好了 就只要尽可能的 去共情别人 去 发自内心的 为别人考虑 就可以了吗 就是可以了呀 就是可以了呀 就是我真的不明白 那我以前对自己 这么苛刻 这么严格 想把自己逼成一个 绝妙完美 窈窕的女子 窈窕淑女 对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 突然发现 我以前 特别想要瘦的腰 小肚子 现在 小肚子不见了 没有像过去 这么胀 这么 就 就是现在摸一摸 比以前小好多了 关键是我并没有 刻意的改变 我的饮食呀 我 特别想要追求到 生活里的快乐 就今天看了这个 种子的书以后 就觉得 嗯 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 所以我现在 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是很开心 我没有怀疑自己 我就是 想把 我知道的东西 告诉你 然后你来决定你怎么利用这些信息 让你的人生 发生改变 或者不改变 怎么样都是好的 就 原来我一直都只要做这些就好了吗 就这么简单的吗 嗯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 就是 我靠 就是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 但凡 能懂我 我就觉得 这个视频值了 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 我相信我们最终 都会 品尝 到 每一个阶段 的滋味 而我 就会在 这个视频里 跟你握个手 恭喜你 体验了这四种味道 你过去的每一个付出 就是 我突然发现 然后现在就会 说到你们的评论 就是说 维多 我现在不看别的 博主 我现在不看别的视频 我就看你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你很真诚 因为我觉得你的东西 我真的能够用到 我真的能够 嗯 从这种收获 对我有用的东西 我就是喜欢你的真诚 你知道 我就在想 真诚 这不是最容易的东西吗 就是 我以前还在想 好 那我的视频 那我还得 给大家做一些 intro outro 还要有美丽的 BGM 还要把 这些 B-roll 做得很好 这视频看上去 很有文艺感 实际上这些东西 I don't give a fuck 我实在的 我真的不在意 就是我就是喜欢做这样的谈话视频 然后现在 你们告诉我 这就是你们需要的 大家明白这种感觉吗 就是突然间 我想要的那种肯定和认可 好像终于落到地上了 就是我发尽内心的认识到 就是这样 就是 做 我想做的内容就行 这样就可以成功 就可以 就能够帮到别人 就行了 我们生来都是完美完整强大的 认为自己是全能的 但是我们在社会 在教育系统 在家庭 慢慢的洗刷 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全能的 我们给自己加上各种各样的枷锁 限制 条件 期望 要求 所以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厉害了 一点都不牛逼 甚至觉得自己很没用 但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如果出现在这就代表宇宙需要你 这个小本本 上面寄了我读书的时候 很多 打动我心的内容 每次摸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都是一个提醒 就是宇宙 需要我 所以同样的话 宇宙也需要你 不知道你现在的人生意识是吧 没有关系 如果你现在在第二个步骤 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现在在第三个步骤 那么请你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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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弃 如果你放弃了 我 会觉得很可惜 宇宙 会觉得更可惜 而未来有一天的你 会是那个觉得最可惜的人 如果是你觉得认为正确的 能够帮助到别人的事情 那么它是一定可以养活你的 它一定可以带你走到第四个阶段的 请你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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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下去 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就代表你做的其实非常非常好 你打心底里知道 所以你也不愿意放弃 你只是有一些累了 你只是 想要调整一下 你只是 暂时对自己失去的信心 但是相信我 你的信心 即便是现在看上去是下降的 你也是在不断积累 在往上 在变得更自信的 你可能就是需要一层一层一层 别人的认可 需要一层又一层自己的肯定 你才能够真的建立起一个 在这个方面牢固的自信 这些需要时间 需要积累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改变得了东西 这一路上你会学习很多的东西 就是值得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容易的 一定会有困难 一定会有挫折 所以我会说 这四个阶段 并不是完整的人生 只分为四个阶段 我认为它是不断重复的四个阶段 就是总有那些困难 我们是需要去克服 然后我们成长了以后 获得了新的收获 所以这个二三四 是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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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重复 让我们变得更好 所以今天的我如果看到 三年前的我的视频 我觉得哎呀 当时的这个小丫头好拼呀 说话说的气都喘不上来了 好像想把自己脑子里的所有东西 都奉献给别人 就是如果说他做的不好呢 才奇怪呢 如果说他当年没有 这么怀疑自己 如果他当年没有 对自己这么严厉 如果他允许自己活得更快乐 更自信一点就好了 但是我也知道 当时的他真的是尽力了 他也正在对自己越来越宽容 越来越允许自己发光 做那个最真实的他 so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儿 希望启发你 做最真实的 最像你 自己的那个你 反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一定会走的 那中间这一程 我们怎么过 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就会对自己的一生 有更明确 清晰的安排 最能够带给我快乐的 不过就是 肯定我自己是有价值的 并且把这种价值 用来服务到别人身上 所以在这里也跟你说 你是有用的 你是重要的 你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 而你正在发现 怎么做 就到这吧 看到一个到这儿的人 都是重要的人 都是对宇宙来讲 重要的 有用的人 我和你们 下一期见 拜拜